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這一節繼續跟進美國大選的情況 現在特朗普陣營主要是循著兩條途徑 嘗試扭轉今屆大選的結果 分別是採取法律行動 以及通過州議會收回選舉人的任命權 除此之外還有第三條和平道路 在昨天聯邦眾議員Mo Brokers 他將這條絕招曝光了 說下去之前 首先要呼籲各位有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這個終極殺雀 原來就是美國國會首美門 即使到12月14日 選舉人團投票完成之後 其實整個總統大選的程序都還未走完 要到明年1月6日 通過國會的官方認證程序 才是為之圓滿結束 根據聯邦眾議員Mo Brokers的介紹 有一條聯邦的法例叫做選舉計數法 這條法例在1887年的時候通過 隨後曾經進行過多次的修訂 這條法例蓋述了 模糊而複雜的官方認證程序 根據這條法例的定名 就說在總統大選之後的1月6日 就定為了官方的認證日期 在那一天參議院和眾議院 會在下午1點舉行一次的聯席會議 即是在新成立的國會宣誓就職三天之後 這班國會議員的首要任務之一 就是要對於各州的選舉人團投票結果 作出一個認證 這條法例最厲害之處 就是賦予國會議員在最後的關頭 把關、守美門和力患狂難的權力 而且門檻極低 根據這條法例的規定 只需要一名聯邦參議員和一名聯邦眾議員 聯合提出要求 就可以試圖推翻整場總統大選的結果 他們必須以書面的方式提出要求 並且提供解釋 儘管相關的指引 就沒有說明究竟這個解釋要有多詳細 總之他們肯入籍 有一個參議員和眾議員 肯做勇敢的動作 就可以啟動這個程序 大家就會看到 美國的法治制度相對其他國家來說 真是完善很多 無論走到程序的哪一步都好 他仍然提供到一個糾正錯誤的機會 沒有事由自可 好像今次出現了這麼嚴重的選舉舞弊行為 起碼還可以在最後關頭嘗試扭轉得到大局 所以真的不得不讚嘆 美國的開國緣分是想得相當周到的 好了 說回這條選舉計算法 如果真的啟動得到挑戰選舉結果的程序的話 這樣參議院和眾議院就必須到會議廳那裡進行辯論 這個辯論規定了最長可以到兩個小時 然後就需要就這件事進行表決 但是每個州的選舉人票都可以通過單獨認證 即是說只要有一些有心人 他願意這樣做的話 其實50個州 即是加上哥倫巴特區 都可以由同一位的參議員 以及同一位的眾議員提出50個要求 就說每個州都出現了選舉舞弊行為 諸如此類 他們就提供了解釋 他們就可以入址 即是說可以討論50次 即是那裡就在講100個小時 那這裡100個小時 就已經拖延了好幾天 那麼去到表決的時候 又會出現什麼的情況呢 其實就是分開參眾兩院各自去表決 在參議院現在共和黨佔優勢 佔了半數有50席 民主黨只有48席 還有兩席仍然是有對喬治亞州 保辦選舉之後才產生的 至於眾議院方面 就是由民主黨佔過半數 所以民主黨就有優勢 假設所有共和黨人都站在特朗普那邊 沒有人倒戈的情況之下 其實最多你都可以在參議院那裡 推翻這個結果 眾議院這個民主黨肯定就太傻了 他們肯定就說不行 不可以這樣推翻認證 那就出現了一個分歧 參眾兩院有不同的表決結果 根據這條法例的規定 如果真的出現了這個情況的話 就要交給州長去決定 應該去計算哪些選舉人票 現在是賓州 威斯康星州和密歇根州 就是民主黨人擔任州長 如果交由他們去決定的話 肯定就叫這班選舉人 投殺拜登 如果是這種情況的話 其實拜登也會過了270票 但為什麼這一招是最後殺著呢 因為特朗普陣營仍然在各州的選舉人的任命權 在州議會的層次 好了 由於現在時間實在太過緊迫了 12月8日至12月14日的時間 其實就是要產生那個州的選舉人 大家都知道 有部份的州議會 現在已經進入了優會的階段 或者是因為其他因素 而未能夠完成得到 收回選舉人任命權的表決 會出現什麼情況呢 就是民主黨的州長 就會按照現在的出籤 扭曲了的選舉結果 來任命一堆民主黨的選舉人 好了 但是縱然這班傢伙在12月14日 投了票也好 投了給拜登也好 仍然還有國會守著美門 如果那些州議會他們肯動 就算在12月14日之後 才收回那個選舉人的任命權 其實都是不遲的 因為去到國會那個階段 還有得慢的 到時候走到最後 就算你交回那個決定權 給民主黨那個州長 去決定哪些選舉人 應該去投票的時候 他都只能夠選擇你那些共和黨的選舉人 到時候這班傢伙 就肯定是會投給特朗普 可能到時候 就輪到民主黨方面提出異議了 無論出現什麼爭議都好 其實到最後的依歸 就是要按照美國憲法的規定 來解決 美國憲法就賦予了聯邦眾議院 可以用每週一票的形式 來選舉產生美國總統 所以這個就是最終極的解決辦法 當然如果說要走這條選舉計算法的道路 究竟有多少人會支持特朗普呢 根據這位Mo Brooks所說 就說他現在正在聯絡保守派的共和黨參議員 至於在眾議院裡面 他已經聯絡了一班人會支持 多數都是保守派那邊 但是其實最重要都是參議院 只要參議院搞得好 其實眾議院都不用怎麼看 因為眾議院肯定過不了 民主黨佔了過半數 說完這個終極殺雀之後 我們又看看另外一些消息 鮑威爾律師昨天入稟了阿里桑拿州地方法院 對這個道西州長和州務卿等官員提出起訴 他們指控說在阿里桑拿州裡面 一共有41萬2千次非法投票 以及Dominion那些投票機是涉嫌作弊的 這個道西州長就是共和黨人 所以其實也是解釋得到 為什麼特朗普的法律團隊 好像要跟鮑威爾律師劃清界線一樣 我們早就解釋過 就是要為免特朗普尷尬 如果是由特朗普法律團隊自己去入稟 豈不是告自己 所以我們早就說了 這個其實是他們的策略 無非是想兵分兩路 雙劍合璧 不是反面 所以那些左翼評論人 沒有水準 那天就撿到寶 就說這個鮑威爾律師被特朗普割蓆 棄用 唉 不懂不要說 沒有評論 真的 根據鮑威爾律師提交給法院的那份訟詞 所指控 原來阿里桑拿州的投票情況 就好像是花式作弊一樣 在他們的訟詞裡面就提到 他們的團隊在阿里桑拿州的樹 就做了一項關於要求提前投票選民的電話調查 根據他們抽樣調查所得出的估計數字 就顯示 有20萬零8千個選民 在沒有要求過郵寄選票的情況之下 就是收到那張選票 另外有9萬4千多人 是要求了郵寄選票 而且已經是寄回 但是沒有官方的投票紀錄 即是說那些9萬4千多人的選票 就是石沉大海不知寄了去哪裏 寄失了 或者被人扔掉 那麼 鮑威爾律師就說 這些選票 要是丟失了 要是被銷毀了 這樣的話 就根本上是完全超越了目前拜登所領先的數字 拜登現在就是領先的1萬多票 如果這些數字是屬實的話 根本上就是扭轉再扭轉都可以 那個結果 那麼當然 究竟真實的情況是怎樣 其實就需要逐張票去驗 才知道 現在人家就是從抽樣調查所得的 數據來進行估計 但是我覺得衰不中都不軟 因為他們所做的電話調查 都訪問了差不多一千人 我就覺得是可信的了 起碼給CNN的民意調查可信 希望鮑威爾律師 這個法律行動是會取得成功 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